今天我把这位网友的所谓的零点自由能 就用它的里的能量给18650电池充电 昨天我给它往电瓶里充电 我发现还是不行 就往8A时电瓶里充电了 发现挺费事的 之前也测试过 发现充一天是一天一宿的事业 基本上连一辅充不进去 因为它的容量太大了 8A时呢 但是这个18650电池了 我昨天拍完视频到现在 我都充了一天一宿了 大家看一下它的电压多少 看到没有 已经4.20V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最先把这个电池 我们拿一下两 直接给它去掉 然后看一下 这样两就比较稳定了 看到没有 4.19V 也就是说昨天的电池 我已经用了 就剩3V多一点了 今天最先把我的电还能充进去 这上面标的是2000毫安时 7.4瓦时 7.4瓦时是什么意思呢 也不清楚 反正是2000毫安吧 3.7V 要不然用电池 冲到了4.2V就在 这说明它这个装置了 它离这个能量是可以被提取出来的 而之前网友利用的方式呢 就是用那么五号电池跟它串联 或者做这么两个 但是这个内阻都比较大 也只能带个发光级管 让它独立带动发光级管 是带动不了的 然而我们这个呢 是可以的 甚至哈就是呢我这都带这个风扇都可以 你看到没有 我给他试一下这个风扇啊 我这个超低压生压装置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效率不高的话 干面做不到 你看看啊 干面呢 带这个都可以啊 所以说呢 这里呢就不用再说什么别的了啊 就说我这个装置生压效率非常高啊 而这个网友拿到这个装置之后了啊 最好把它再发展一下 让它那个啊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内阻再小一点 因为在这么小的方式那生压了 确实是有点困难 因为串联都会影响它的效率 所以说呢 你这个网友说的哈 把它发展成一个什么 啊 永亮灯 或者是一个永远有电的充电宝啊 这个都是可能的啊 因为你这个能量是确实是长期有电啊 看一下哈 看到没有呢 确实是哈 可以这么一直点着就行了 是不对啊 然后呢 这个网友说了 就说它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啊 把它做成一个永亮灯啊 然后呢 把它因为这个电池 应该给它充饱 一切优秀的事也充那么一几啊 也就是说想多充的话 可能事业要更长 这个东西呢 体积有点大哈 你要是能把它体积缩小一点 并且呢 啊 将它做成一个永远有电的充电宝 因为这是你的想法嘛啊 这是你的想法 应该是能可以实现的 永亮灯啊 和永远有电的充电宝 应该可以完成啊 这个我也给你测试过了 只有你说那个给电动汽车充电的话 我想你得找人合作了啊 因为你这个东西的能量实在是太小了 我据我估计 不用说给电动汽车充电 哪怕是给电动自行车充电 恐怕你得做十万个吧 你的电脑小的太可怜了 0.8伏电压还不够是吧 就通过这个装置生压的话说啊 最高啊 也就带着个风扇嘛 所以刚才这个风 带着个风扇呢 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满腹 也就五六伏 风扇里面开始呜呜呜呜呜呜的转嘛 啊 所以我这个装置的功率很大 但是你提供电量实在是太小了 虽然我这个效率也很高 啊 但是真的哈 没有办法哈 就是像你说的 现在实现给电动车充电啊 给18650电池充电 这是没问题的啊 制造一个你说的啊 永远有电的充电宝啊 永亮灯啊 这个都是不成问题的啊 所以说这个永亮灯啊 这个愿望你是可以实现的啊 你也可以就像你说的 拿到第一桶金 好了 二朵 大家好啊 今天呢我把这个网友的哈 所谓的零点自由能了 你就啊 用他的里的能量 给这个18650电池充电 昨天呢我给他往这个啊 这个电瓶里充电 我发现还是不行啊 就往这个啊 80电瓶里充电了 发现挺费事的啊 之前也测试过 发现充一天的是一天一夜的事业 基本上连一辅充不进去 因为他的容量太大了 80呢 但是这个18650电池了 我昨天拍完视频了 现在啊 我都充了一天一宿了 在他上啊 大家看一下 他的电压多少 看见没有 已经4.20V了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对线码这个电池啊 我们拿一下量啊 直接给他去掉 然后看一下啊 他这这样量比较稳定了啊 看到没有 4.19V 也就是说昨天的电池 我已经用了啊 就是就剩3V多一点了啊 今天对线码 我的电还能充进去啊 这上面标的是2000毫安时啊 7.4瓦时啊 7.4瓦时是什么意思呢 也不清楚啊 反正是2000毫安吧 3.7V 要不然利用电池啊 冲到了4.2V就在啊 这说明他这个装置了 他离这个能量是可以被提取出来的 而之前呢 网友利用的方式呢 就是用那么五花电池跟他串联啊 或者做这么两个 但是这个内度都比较大 也只能带个发光级管 让他独立带动发光级管 是带动不了的啊 然而我们这个呢 是可以的啊 甚至哈就是呢 我这都带这个风扇都可以 你看到没有 我给他试一下这个风扇啊 我这个超低压生压装置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如果效率不高的话 干面做不到 你看看啊 干面呢 带这个都可以啊 所以说呢 这里呢 就不用再说什么别的了啊 就说我这个装置生压效率非常高啊 而这个网友拿到这个装置之后了啊 最好他再发展一下 让他那个啊 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内度再小一点 因为在这么小的方式 你生压了 确实是有点困难 因为串联 都会影响他的效率 所以说呢 你这个网友说的哈 把它发展成一个什么 啊 永亮灯 或者是一个永远有电的充电宝啊 这个都是可能的啊 因为你这个能量是 确实是长期有电啊 看一下哈 看到没有呢 确实是哈 可以这么 怎么一直点着就行 是吧 啊 然后呢 这个网友说了 就说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啊 把它做成一个永亮灯啊 然后呢 呃 把它因为这个电池 也能给它充饱 一天有小的事 要充那么一几啊 也就是说想多充的话 可能是要更长 这个东西呢 体积有点大哈 你要是能把它体积缩小一点 并且呢 啊 将它做成一个永远有电的充电宝 因为这是你的想法嘛 啊 这是你的想法 应该是能可以实现的 永亮灯啊 和永远有电的充电宝 应该可以完成啊 这个我也给你测试过了 只有你说那个 给电动汽车充电的话 我想你得找人合作了啊 因为你这个东西的能量 实在是太小了 我就估计 不用说给电动汽车充电 哪怕是给电动自行车充电 恐怕你得做十万个吧 你的电脑小的太可怜了 0.8伏电压还不够 是吧 就通过这个装置生压的话说啊 最高啊 也就带着个风扇吧 所以刚才这个风 带着个风扇呢 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满伏 也就五六伏 风扇也没开始呜呜呜呜呜的转嘛 啊 虽然我这个装置的功率很大 但是你提供电脑实在是太小了 虽然我这个效率也很高 啊 但是真的哈 没有办法哈 就是像你说的 现在实现给电动车充电 啊 给18650电子充电 这是没问题的 啊 制造一个你说的啊 永远有电的充电宝啊 啊 永亮灯啊 这个都都是不成问题的啊 所以说 这个永亮灯啊 这个愿望你是可以实现的啊 你也可以 就像你说的 拿到第一桶金 好了 二朵 好 大家好啊 今天呢 我把这个网友的哈 所谓的零点自由能了 你就